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威廉 北京中同南博在核酸檢測方面涉嫌違法操作 最近被立案偵查 這是北京市近期通報第三次的核酸檢測機構違規被查事件 最近中共當局大力推動核酸檢測常態化 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個大城市已經開始實施常態核酸檢測政策 核酸檢測行業被認為是中國最暴利的行業之一 5月29日北京市在新聞公布會上通報 北京中同南博醫學檢驗實驗室簡稱中同南博 違規多管混合檢測情況 隨後俠肥市宣布將會暫停中同南博在該市的檢測服務 通報說中同南博為節約成本加減速度 嚴重違反核酸檢測操作規範 在明知超量混合檢測可能導致檢測結果失準的情況下 仍然採取多管混合測試的方式進行檢測 試驗防害傳染病的防治罪 資料顯示中國同覆是中國最大的影像診斷 以及治療用放射性藥物 尿素夫氣試驗藥盒以及測試儀 易用以及工業用放射原產品供應相 由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等機構共同出資成立 疫情期間中國同覆旗下的各個醫學檢驗中心 將業務拓展到核酸檢測 根據2021年年報的顯示 中國同覆各醫學檢驗中心在北京、成都、武漢、合肥 相繼開設了核酸檢測點 面向個人提供核酸採養服務 並提供上門檢測服務 還承接了冬季奧運會部分人士核酸檢測的工作等等 中國同覆在2021年各項財務指標都創歷史新高 營業收入為51.44億人民幣同比增長20.3% 淨利潤6.73億元同比增長41.5% 歸募淨利潤3.36億元同比增長57.2% 值得關注的是北京市已經有三家核酸檢測機構接連被查 除了中和南博 5月20日以來北京瓢石醫學檢驗實驗室有限公司 北京金準醫學檢驗實驗室有限公司 兩家檢測機構先後因為違規對多管混合檢測的方式進行檢測 被行政處罰或被立案調查 5月9日中共當局提出要在大城市建立佈行15分鐘的核酸檢測圈 如果15分鐘核酸檢測圈等常態化核酸檢測政策在大城市 甚至全國長期實行 所帶來的市場規模將會有多大呢? 5月23日華創證券文官研究團隊在進行常態化核酸檢測成本 估算的時候說結合檢測量和單價變化 測算疫情至今核酸檢測費用大概是3,000億元 其中2022年年初四個月已經花近1,500億元 但是從地方醫保基金的實際情況來看 一些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醫保基金 在承擔大規模核酸檢測費用方面也顯得力不從心 旅美經濟學家高級審計師李恆青對大紀元表示 做核酸檢測的開支和國庫流出進入中共權貴的腰包 中共政府承擔的核酸檢測費用即是政府購買 政府出資的這筆錢都被做基因檢測的公司拿走了 而基因檢測機構後面都是中共權貴的白手套 大陸推行常態化核酸檢測圍繞天量檢測費用 出現醫保和地方財政打架的現象 在明確費用由地方承擔之後 四川郎中要居民費用自理 四川郎中市疫情應急指揮部在5月27日發出公告說 當地開展的常態化核酸檢測中 居民應該自覺自費檢測每人每次3.5元 該公告提到 該市從5月30日起進行常態化核酸檢測 5月30日到5月31日 48小時內完成全市28個鄉鎮和街道 第一輪常態化全民核酸採養工作 由鄉鎮、街道、按工作方案組織核區居民 到指定的核酸檢測站自覺自費檢測 每人每次3.5元 確保檢測全覆蓋 郎中市疫情應急指揮部還說 5月31日以後 市民在公佈的便民核酸採養點自覺自費 進行每7天一次的常態化核酸檢測 凡是因未自覺按要求做核酸檢測而導致疫情傳播的 將會追究責任 澎湃新聞在5月29日報導 官方要求民眾自費配合常態化核酸檢測引起民怨 時政觀察人士王克 在5月25日曾對新唐人電視台表示 如果地方財政沒錢 醫保不出錢 當局又要搞常態化檢測 各地就要迫使企業 老百姓自己圖錢 當局也早在政策上埋下伏筆 就是願檢進檢 所需費用由企事業單位或者個人承擔 當局可以縮小應檢進檢的範圍擴大願檢進檢 將責任轉嫁出去 動態清零就是被利益集團製造了一次斂財的機會 老百姓被狠狠割韭菜 中共國家醫保局緊急置涵地方要求禁用醫保支付大規模的核酸檢測費用 根據中共財政部數據 2022年4月全國財政收入即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約1.2萬億元 將2021年同期銳減41.3% 2021年全國31個省即核市自治區中 全部是財政支出大於財政收入 早前報道顯示 目前醫保要地方財政背下核酸檢測費用 但是地方財政困難 首先讓核酸檢測企業和醫院陷入困境 大陸自媒體深藍觀 在5月27日刊發文章 醫保財政誰買單爭議背後 核酸檢測企業收不到回款 靠借債千萬生存 文章披露 在河南知名的幾個核酸檢測大企業都有政府押款 有企業老闆為了抗住現金流的壓力 從銀行借貸按揭了4-5千萬元 佔在裡頭 一家第三方檢測公司參與了上海核酸大規模檢測 做了1-2個月了 至今仍然未有結果帳 5月27日八點見聞 發表披論大規模核酸誰買單 多家醫院自行戰庫 文章引述北方一家縣醫院院長說 2021年的結果帳單 但是沒有按標準價格100%給付 都是打了折扣給付 2022年核酸檢測還未有結帳 因為各地財政部分賬款很緊張 該醫院院長仍然透露 他們的醫院購買了45萬人份的核酸檢測試劑 都是由醫院自行戰庫 隔離的縣醫院被拖欠了2,000萬元大規模的核酸費用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李靖、寧海忠的綜合報導 這次《紳士閣聽新聞》就講到這裡 請大家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紳士閣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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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